阿姨,可不可以先去有很多动物的国家游览呢? 可以啊,我们就先去非洲吧。 非洲有好几十个国家,我们选几个有名的国家。 第一个是野生动物最多的肯亚。 肯亚境内除了少数地方土地肥沃, 其余的地方都是枯燥的灌木地带或者是沙漠。 主要居住的是野生动物和马赛族, 图卡纳族以及索马利族等强悍的部落。 肯亚人,平常都做些什么事呢? 他们主要是农耕。 肯亚盛产产咖啡和茶叶,为国家赚取很多的外汇。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才员, 那就是树木庞大的野生动物。 比方说像大象、狮子、斑马、长颈鹿等等, 被饲养在16个野生动物园内。 其中位于首都的奈罗比动物园, 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园。 每天都有从各地来的观光客到肯亚, 参观他们的野生动物园。 好,现在肯亚游览完了, 我们要去象牙海岸。 为什么叫做象牙海岸呢? 在五百多年前,法国商人为了找寻象牙, 最早抵达了非洲这块地方。 不久呢,发现了很多大象, 并且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大象, 获得了象牙。 所以就为这块地方取名叫做象牙海岸。 象牙海岸的人平常都做些什么事呢? 嗯,几乎半数的人口从事两样赚钱的工作, 一个是咖啡, 第二个是可可豆。 可可豆做什么用啊? 可可豆是巧克力的原料, 你看这张图片, 他们在跳非洲舞。 象牙海岸的非洲音乐, 舞蹈,艺术和手工艺十分的兴盛。 非洲人都是皮肤黑的啊? 不,非洲人不一定是黑人。 像下面要游览的国家南非, 就住了五百万个白人和一千九百万个黑人。 虽然黑人比白人多, 可是政府却是由白人控制的。 白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, 他们把白人跟黑人隔开来, 各有各的生活范围。 黑人认为这样不公平, 所以经常会有罢工和暴动的事情发生。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, 南非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, 他们国家出产丰富的钻石、 油矿,以及到处都有黄金, 自然景观也很美。 可惜种族隔离政策害了他们。 好了, 非洲我们就游览到这里为止了。 记得永烈状 fair East 对 was吃仏使用。 我们赞angan询阅前öna看完动物及手可以游触, 这样子看到浩force络表现如鸭多年有史四少年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